欢迎收看想尘电影,我是想麦 这一次要分享的是 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 来自匈牙利的微电影 《校合唱团的秘密》 故事发生在90年代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就都三年级的索菲刚转到新学校 她的母亲正在询问关于合唱团的事情 校长微笑地表示 学校的合唱团非常厉害 经常拿下国内各种奖项 任何学生都能加入 就这样 正在校长的同意后 索菲顺利地加入了合唱团 面对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 索菲显得十分的拘谨和小心翼翼 可同学Lisa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妹子 为了反击后排倒鬼的男生 她抓住老师写字的时机 拿起桌上的书本 转身就砸向男生的头 班主任听见身后的小声 立马猜到是那位男生在捣乱 作为惩罚 她让对方去办公室里罚站 这一幕全被索菲看在眼里 也正是通过这件事 两个小姑娘开始发展出一段友谊 画面切换到合唱团的排练室 音乐老师艾利卡告诉大家 今年的获胜者将走出活门 去瑞典参加更高大上的国际比赛 只要现在能专心排练每一首歌 那冠军自然是他们的 距离大赛只剩几天的时间 合唱团除了平时的定期排练 学生在周五还需额外加一次 可在大伙张嘴合唱的时候 索菲不太理解热嗓到底是什么 她只能悬热同学们的样子 随意唱了几句 艾利卡目光反过一排排悬声 最终定格在索菲的身上 表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排练结束 索菲被单独留下来谈话 艾利卡要她在以后的排练中 只能假唱 绝对不能唱出声 对方一副 我这是为你好的样子 瞬间让索菲的笑容消失 心头像是被一块石头压住 她只能妥协地点了点头 更尴尬的是 艾利卡还特意强调 这是不能告诉别人 索菲想不明白 因为老师为什么要那样做 为什么不能发出声音 如果一直不能出声 自己还练什么唱歌 参加和尚团 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这个事情很不爽 但索菲并没有告诉丽莎 他们还是下课 玩着手拍手的游戏 完全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就连排练合唱的时候 两个人都站在了一起 可丽莎是个胆大欣欣的女孩 马上发现了索菲在假唱 放学后 心急如焚的丽莎 一遍遍地追问 下午练歌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唱 禁不住对方的一再追问 索菲悄悄地把老师的话说了出来 她贴近丽莎的耳边 小声说 艾利卡老师 她要我说 可话还没说完 心里的委屈 就化作泪水 堵上猴头 得知真相的丽莎 上前拥抱已是安慰 并决定自己要帮索菲 一起来分担和承受这份委屈 到了下次合唱排练的时候 丽莎留了个心眼 开始观察其他小伙伴 结果发现 假唱的远远不止索菲一人 眼看许多同学 有不公平的待遇 丽莎顿时愤怒到极点 不顾索菲的阻拦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知道的秘密 全部说了出来 艾利卡冷静地告诉她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 成年人口中公平的含义 自然让丽莎无法理解 她放弃了参赛名额 自动选择罢唱 准备和老师死磕到底 由于丽莎是和尚团的主力 艾利卡不会撒手不管 为了彻底说服对方 她又酷口婆心地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 她知道每个人 都想加入和尚团 也知道为了获得第一 大家都很努力 包括那些没有假唱的同学 但只允许有天赋的人 加入和尚团 那样就公平吗 有些同学的确唱不好 这可不是他们的错 接着 艾利卡当着丽莎的面 让所有假唱的同学举起手 她表示 如果去追求丽莎所谓的公平 那么一半的同学 都要推出和尚团 这样做 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 只要好好的默唱 他们就能留在和尚团 赢得比赛 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去国际大赛 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 丽莎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反驳 事实上 我相信正在观看解说的朋友 应该也会认为 艾利卡说的没错 然而 事情并没有按照老师的设想而发展 两个小姑娘不愿受到她的摆布 竟然想出了一个异服办法 在和尚比赛前的一天 索菲和丽莎利用下课的间隙 先后找到每个成员 偷偷地把计划说了出来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 随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全国最优秀的和尚团正式登场 艾利卡多次提醒他们 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可当她挥动双臂 开始认真指挥的时候 却怎么也没料到 接下来的一幕 所有学生 只是张着嘴 不发出任何声音 艾利卡惊慌失措地 再次挥动双臂 可大伙依然继续假唱 台下的观众看得一脸茫然 在艾利卡第三次 挥动手臂的时候 和尚团已经无视她的存在 完全一副放飞自我的模样 孩子们选择了暂时的妥协 却在最后 给了她一记无声的反抗 结果可想而知 现场被弄得无比尴尬 导致老师的情绪彻底崩溃 当场齐全暴走舞台 可当她一走 丽莎和索菲却露出了微笑 没等台下的观众反应过来 丽莎突然领唱了起来 发出了空灵般的歌声 与此同时 和尚团也开始了正常的演唱 他们单纯和认真的和声 打破了承认世界里的忌讳和顾虑 至于他们能否得奖 能否为学校和父母争光 孩子们根本不care 这部短片说到底 就是探讨利益的问题 而关于妥协和诺序作假 我想每个成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答案 观看电影解说 关注小城电影 我是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